哈嘍,大家好,我是小春 今天来分享新的骑射活动,华佗 等一下会介绍两个阵容 一个是平民版,另外一个是土豪版 OK,废话不多说,Let's go 首先,我们先来看平民版 平民版目前的战绩是8539万 咱们来看一下 所使用的阵容是 吕布三星,曹操四火 貂蝉两星,袁绍五星 诸葛亮五星,跟花蛮一星 然后前人方面 吕布二一二一 曹操三二三二 貂蝉三二三二 袁绍三二二三 诸葛亮二二一三 花蛮二二一二 然后所使用的战魂 全部都使用弱点突袭 然后至于神兵的方面 使用扇子、葫芦跟弓 葫芦比较高而已,其他是两星 然后宠物方面使用鹿跟大象跟兔子 都是很平民的设置 然后这套阵容 目前为止就是八千多万啦 算是非常的简单 哎呦,八千六 OK,这个就是非常平民的设置啦 再来我们来看土豪版 土豪版目前战绩是1.97亿 咱们来看一下 所使用的阵容是 吕布五星 曹操五火 貂蝉五火 袁绍五星 花蛮一火 白鹿五星 说实话也没有很土豪啦 算是中上等的程度而已 至于全能方面 吕布二一二一 曹操三二三二 标蝉三二三二 袁绍三二二三 花蛮三二一二 白鹿二一三一 所使用的战魂全部都用弱点突袭 至于换武方面 因为没有上火 所以换武基本上也不太能装 使用的神兵是扇子、葫芦跟弓 宠物方面选择鹿跟鸟跟熊猫 这套阵容保底的输出非常之高 基本上就是全清 哎呦,还打破新纪录 1.97 这套阵容基本上就是上看1.8、1.9 然后运气好 如果狂出暴截的话 上看2亿是跑不掉的 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啊 呵呵呵 好啦,那今天华佗的影片就分享到这了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是小春 咱们下次见 拜拜